現在大家都在看 因為明年這個1月2號 韓國瑜他就要來辦 這個新書的簽名會 見面會了 韓國瑜的新書自從上市之後 馬上就衝到這個排行榜的第一名 大家都在想說 這到底是不是韓國瑜 在為這個政壇之路的下一步來鋪路呢 尤其很多人都在點 韓國瑜不可憐去酸投行 這個競品議員這邊怎麼看 韓國瑜選桃園的機率高不高 趙少康也點名他說他去選 勝算非常高 當然我會希望他來選 如果他願意來的話 是是是強棒出擊嗎 勝算相當高沒錯 但是機率非常低 你怎麼說 機率非常不高 我的了解他不會想來選 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去擔心說 要幫韓國瑜去找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安排他的生涯規劃 他執雅規劃 韓國瑜對自己有一套的想法 他很關心台灣社會各個方方面面 大大小小的事情 但是他不會用這種方式 很多人說一二號 他要去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區 辦新書簽名簽書會發表會 而且說有重大的宣佈 到底什麼重大的宣佈 會不會在那邊宣佈 參選桃園市長 我跟大家講 也跟大家保證不會 絕對不會 不是說我幫韓國瑜當他的發言人 或是幫他宣佈任何的這個動作 而是我私底下也了解 還有包括他身邊的人 我都整個都查證過 也都知道 而且我大概知道他的狀況 他不會想選 因為我的了解 他認為他高雄市長都做過了 雖然罷免掉了 但是他何必再來選桃園市長 他要挑戰更高位就對了 他幹嘛再選桃園市啊 六都裡面 我跟大家講 這是台灣政治和社會的一個現實氛圍 就是一向都會看中台北市跟高雄市 這兩大都 一個首都嘛 一個是南台灣第一大城嘛 那北高本來就是得天獨厚 不管是政治經濟 或者是他預算的中央的這個補助經費上 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所以這兩個在政治地位上 也不可同日而喻 台北跟高雄差不多 那雖然他沒有做過台北市長 可是他立委也當過了 高雄市長也當過了 他再來選桃園市 對他來講是 沒什麼挑戰了 還有多此一局 沒有意義 所以就好像去當選台南市長 選那個台中市長 新北市長 一樣的道理 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去跳下去繳禍 像剛剛檢出北議員在談上一個議題的時候 也會我會借用一下那個 那一句話說 攪亂一番池水 沒有意義 不需要 所以而且又會得罪很多人 所以他不需要 就又卡住那個位置 何必呢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斬釘截鐵的說 韓國瑜不可能來選桃園市長 儘管我希望他來選 呼聲很高啊 桃園其實有空間啊 而且在現在 一直找不到人選 那個的情況之下 然後很多人都在講說 那國民黨到底誰啊 誰想來選 誰是戰將 我也不知道 真的很多人 很多人想選啊 像孫大謙啊 陳學生啊 吳志揚啊 都想選啊 還有議長嗎 那議長他是不選的 他已經決定不選了 他辭掉黨部主委 也決定不選了之後 那就是孫大謙 陳學生吳志揚 大家就來想說 他還是三個老面孔 還有嗎 當然有人把期望寄託在 新的剛當選立委的 魯明哲跟萬美林兩位委員 可是因為他剛選上立委嘛 所以如果要黨內出選 他們兩個也會有壓力 所以變成不上不下的狀況 他會一直呈現這樣 我老實跟大家講 所以韓國瑜要來的話 那當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啊 檯面上你這五個人都不用講了 韓國瑜來定於一尊 但就因為這樣 他更不可能來 所以我才說 韓國瑜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打算 那至於是2024要不要選 那就再看他自己一定會去判 觀察跟評判這兩年三年 台灣的政治的形勢發展 但不管怎麼樣 韓國瑜在 不管在國民黨 或是在他的這個支持當中 真的有一定他的這個影響力 所以我覺得黨內也不必 大家這個勾心鬥腳而餘我炸了 但對於這種事情 我覺得就是此開放的態度 好 來 靖平這邊說 也能直接聽韓國瑜說 1月2號他絕對不會選擇 說要來選投行市場 不過這個宰格怎麼看 不選桃園市長是不是呢 這個野心又放得更遠 是不是真的鎖定 總統大位要再選一次呢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 韓國瑜的新榜啦 黃文才 其實早在這個今年的8月份 就加入了民眾黨喔 他擔任民眾黨什麼位子呢 是媒體總監 那很多人就說 他的心腹去加入民眾黨 到底有沒有可能未來 柯文哲 韓國瑜 一起來配合 一起來合作呢 翟哥怎麼看 那個黃文才 去民眾黨 那是一個 那是在一個補局 但是他政治來說 民眾黨在我們台灣 政治的光譜裡面 他已經屬於國民黨 所以韓國瑜 他不可能脫離國民黨 去另外自己民眾黨 所以沒有柯韓派的問題 所以如果有的時候 也是那個韓柯派 因為如果有啦 但是這個柯文做這個 黑菇媚論的什麼 不可能啦 但是我們剛才看到 韓國瑜的訪問說道家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個道家 你的境界很高的 大道無言 但是他很多個月啦 月很高的啦 所以我看他不是的道家 他可能是無間道 他可能是無間道 所以我現在要講他 我現在要用北京議來講 我來用北京話來分析 韓國瑜這樣的一個佈局 看韓國瑜一樣 我們要回到國民黨的體制 現在的國民黨有四個特徵 有四個特徵 然後有四個男人 先講四個男人 剛剛那位佩文已經講到 這四個男人 剛剛佩文講到 一個叫做朱立倫 一個叫做趙少康 然後他們都很想選總統 那還有一個男人是誰 就是侯友宜 是 新北市長 這四個男人來講 依現在的台灣人的 這個民主意志 跟對於保護台灣的意志 這個來看 他們都是最後一次 一生中最後一次選總統 所以都很積極 大家都要拼 都很積極 但是這裡面有兩個人 機會最大 因為老金銅已經老了 只能戰鬥人 只能穿著年輕人的服裝 但是已經老太隆重了 其實他多講話 我們台灣民主會看得跟清楚 過去的威權時代的國民黨 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趙少康從他 從美國 當職業學生回到台灣 一路都是反台灣民主 他怎麼反李登輝總統的 怎麼成立新黨去反台灣民主的 大家一場將來玩笑 然後第二個韓國 那個朱立倫更不用講 這黨國權貴 他的岳父高玉仁 還跟中國他們有深意的往來 那很多的想像 然後一般又被 國民黨裡面的張亞中 說你這是美國人的廖北亞 所以下場很慘慘 尤其一月九號 假設我們的選民 中央選民 用你的民族的選票 去替台灣的民族清除 這些骯骯髒的事情的話 那朱立倫大概就沒有機會了 然後剩下侯友宜 韓國瑜為什麼動作那麼大 因為他發現侯友宜會出來選的 為什麼會出來選 因為他如果再選一次連任的話 那就得要等到20... 2026了 30年了 2026他當晚市長 他又要坐滿之後 他等到2030年 可是2030年 我們不知道那時候的總統施選 雖然民調現在都是說 賴清德的呼聲最高 因為賴清德很安靜嘛 那很... 在協助蔡英文總統 做很多台灣國家的大事嘛 所以他的信任感很深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2030年是賴清德要連任 那時候的侯友宜 你怎麼跟他選 所以侯友宜的幕僚算一算 他這一次不出來 這一生也沒有機會選總統了 所以也是最後一戰 那更不用說韓國語了 所以這四個男人 就是在爭 一個一生裡面的最後一戰 跟台灣民主沒有關係 跟台灣民主沒有關係 台灣的人更看清楚 然後第二個 這講國民黨有四個特徵 像國民黨四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 他一個中國的主張 他的一個中國的主張 跟中國共產黨一個原則 是一模一樣的 跟美國的一個政策 一中政策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完全跟台灣被詞的 第二個叫做兩相矛盾 兩相矛盾什麼 他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像我們很清楚的 我就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沒有什麼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那相同的情況 誰跟他很近 柯文哲就是這種人啊 所以他為什麼會跟柯文哲 有這個合作的計畫 這就是背後的他們的習性一樣 兩相矛盾 第三是三角困境 三角困境是什麼 台美中的三角困境 美國已經轉變 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擴張 讓全世界都緊張 中國人的這種極權統治 像最近柯文哲 台北市政府 就沒有辦法容許 李明哲的廣告 就很證明了 這個極權已經滲透到我們的 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然後造成台灣的三角困境 台灣到底要跟美國在一起 還是要跟中國在一起 要走向世界 還是要鎖進中國的極權 還好我們這次的公投 台灣人做一個很明智的解決 我們沒有讓萊豬的同意 通過我們最後一個 四方搶食 現在的國民黨有四種 有紅色的 紅 藍 白 黑 紅 就是紅銅 像張雅宋之類的 藍最原本的 什麼戰鬥藍 有什麼藍 然後白就是柯文哲 黑 黑道 黑道 所以現在整個國民黨的處境 唯一有實力的人去統整 就是韓國瑜 因為看實力 韓國瑜 2020年總統選票 是五百五十萬票 然後朱立倫才三百六十一萬票 所以總的來講 這四個男人 最後可能韓國瑜跟 侯友宇象徵 但是 國民黨的這個四個二職 會害了台灣 所以最後 2024年台灣要選擇總統 當然是選擇台灣 怎麼可能選擇中國呢 剛才說到國民黨裡面 有很多人都想要選總統 還有民眾黨的柯文哲也想要選 但是最近柯P就真的被質疑 剛才知道一個有說 有人要在北捷登廣告 內容跟中國有關的 為什麼就是不給燈呢 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回來請總理來幫我們補充